心機重的楊廣 心機重的楊廣 之前我們說到楊廣善於作作 功於心際 使得水文帝以及獨孤皇后 誤以為他不盡聲色 但是太子是國之儲君 非太子乃國之大事也 楊廣若想擠掉太子楊勇的位子 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與文術沉思一會兒說 黃太子失去宗愛已經有一段相當的日子 他有什麼美德天下都不知道 而大王寧以仁孝著稱才能蓋世 難憑成潮北拔突厥 屢次建立大公 房上以及皇后都疼愛大王 四海之王亦歸於大王 這番話說得楊廣眉非色武 文術又小聲的說 不過 廢鬥立心 國家大事不容易更改 今天能夠改變皇上意志的 那只有楊樹一人 而楊樹不喜歡與他人交往 凡事只與他弟弟楊約商量 我和楊約的交情很深 也許能夠說動楊約 楊廣一聽 大為高興 馬上搬出一箱金銀珠寶 拜託與文術說 一切都仰仗樹兄了 楊約當時擔任大理少卿的職務 他的哥哥楊樹每次要有所行動 都先與楊約商量以後才決定 楊文術常常請楊約到家裡玩 吃飯、喝酒、酒和耳熱之後 終於賭博消遣 楊約的賭計不驚 卻連戰節省 其實楊文術假裝不敵 故意放水 然後大呼 哎呀又輸了 一次又一次 把楊廣給他的一箱珠寶 全都輸給了楊約 楊約得到了這許多西式寶貝 那得跟什麼似的 再三向楊樹道謝 楊文術說 不必謝我 這都是晉王楊廣所似 他希望你玩得愉快 這個時候 楊文術才亮出底牌 楊約大師一驚說 噢 晉王所賜 無功不受入 他為什麼要如此呢 楊文術把楊廣希望楊樹幫忙的 一直透露給楊約 然後趁他說 守行正道固然為仁承者的道理 然而自古成人君子 無辜利用時間 一臂或壞 一致兄弟執掌朝中正式已經好多年了 朝廷裡上上下下因為你們而受到屈辱的 數都數不清 連太子的要求都經常被你哥哥所打圍 你哥哥雖然被經上皇上所信任 可是痛恨他的不在少數 萬一哪天皇上有所不幸 氣群成而去 那個時候 又有誰能庇護你哥哥呢 現在皇太子施愛於皇后 皇上也屢似有廢派子之意 如果你哥哥立晉王楊廣為太子建立大功 晉王一定有你骨髓 永遠記住你哥哥的功勞 你家的家業當可穩如泰山 楊約聽後考慮了半天 想到他同父異母的哥哥楊樹 在朝中確實結了不少仇 和太子永也合不來 如果文帝一旦封除 如果文帝過世了 確實有甘心的必要 當下即答應了語文樹的要求 立刻去見了楊樹 由於楊約性情沉靜不惜多言 卻又心懷絕詐 是個奸詐的小人 楊樹一向言聽寄從 當楊樹聽完楊約所言 組長大笑說 我的智慧思慮還沒有想到費力之事 要不是你點了我一下 我還在做夢呢 楊約又跟楊樹叮嚀一番說 如今皇后所說的話 皇帝無不聽從 哥哥因利用機會早日把事辦妥 這場寶融入 傳至子孫 哥哥若騷家遲疑 一旦有變 太子勇其味 恐怕就要大後臨頭了 過了幾天 楊樹不公中宴會 故意用化套獨孤皇后 說 敬王少帝公檢 恰似皇上 意思是楊廣和皇上一樣 聽父母的話又恭敬節儉 獨孤皇后一聽 立刻滾下了淚珠 滔滔目覺說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 我那個廣兒真是太孝順了 每次我拍婢女劇 她都陪婢女吃飯聊天 哪裡像太子 陳天子曉得與阿瑩對弱和硬 說到此 獨孤皇后眼中一道怒火 她氣漾騎一下 非當痛恨文帝的姬妾 天下姬妾都在痛恨之列 每次唸指楊勇不理正非 尊重機械 堅持心痛苦腳 我還擔心太子想殺廣而能 獨孤皇后想起楊廣告的狀 獨孤皇后的心意既然表明了 楊樹就加油添觸說了一大堆太子勇的壞話 獨孤皇后掏出了一些金子交給楊樹 令她想辦法廢取太子勇 太子勇也聽說此時 憂慮萬壯 不知該如何是好 她知道父親文帝不高興她的奢侈 於是脫下了華湖 在後面園子蓋了一座樹人村 房中布置極為簡陋 楊勇時常在其中休息 希望用布衣草露來改變文帝對她的印象 文帝也知道楊勇心中不安 特地派遣楊樹到東宮 去觀察太子的言行 看看他是否改好了 楊勇知道楊樹是楊廣那邊的 為了給父親留了一個好印象 楊勇純帶整齊 在宮門口等待楊樹 誰知道楊樹純心找麻煩 明知道太子在等 故意遲到半天 想要激怒太子勇 太子等了又等 時代火大了 心想堂堂太子之尊 楊樹未免也太過分了 因此當楊樹終於進來時 太子的顏色就不太好看 楊樹就逮住這一點回報文帝 說太子心中充滿怨恨 恐怕會有變亂 需要防範身邊 文帝知道楊樹與太子不合 懷疑這是楊樹毀棒 不怎麼相信楊樹的話 不知道太子勇會不會被廢呢